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大爷淘宝记频道,我是北京大爷 今天是2021年5月31号,星期一,美国的Memory Day 让我们看今天都讨论一些宝贝 今天是Memory Day,所以今天就去扫墓去了 在这个扫墓的这个路上呢,去了三家这个three store店 就是二手店啊,还是有点收获 这一收获呢,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买了不少这个镀金的这个餐具 这有些镀金餐具呢,是订做的,是1930年订做的 年数呢,还比较长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看这个花纹,还是很漂亮的 这是1930年的 同时呢,还有一个像糖罐一样的 那个,上那写着也是1930年的 但是没买,为什么没买啊 那个啊,他给这个摔碎了 摔碎之后呢,人这间呢 可能因为这个东西觉得比较好 就给粘起来了 从表面看呢,倒看不出什么痕迹来 但是上手一摸的话,能够摸出来 既然是摔碎了啊,虽然是年数比较长了 我还是放弃了,就算了不买了 这个东西啊,花了2.5美元 就是2块5买的 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 剩下其他几个呢 也是花了这个2块5一个买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这个像什么糖罐什么之类的 这是日本生产的 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 镀金这个东西啊 如果是餐具啊 我们要看底的时候一看啊 它一般会写着这个 啊,号码啊 就是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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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笔啊 就是沾着这个金汁啊 啊 会写一串号码啊 这数字 这个一般就是 赌金的 这个还是很漂亮啊 这个 啊 这些呢 都是 2.5美元一个啊 2.5美金啊 还有这个啊 像这个 这个 这个 奶油啊 什么之类的 往里放啊 你看他这个 里外啊 它都堵着金啊 剩下的呢 这个呢 里面就没堵金了 啊 这个我认为啊 就是那盖啊 给丢了 啊 就光剩这个 罐了 上的那盖给丢了 啊 但是 这罐保存着 也挺完好的 啊 这还有一个 椭圆形的 这个盘子 这些东西都是 两块五一个啊 现在这个 这家二手店呢 它这个 呃 定家策略变了 什么东西 都给一个 五毛五毛啊 这个 五毛的太多了啊 哦 这还有一个 忘了啊 这也是日本的 这个日本呢 这个 还是比较有名的 叫 武则 武则瓷器 Noretec 武则瓷器 很漂亮 下边这些呢 就是 五十美分一个了啊 首先是这个 两个玻璃碗 大家看看这两个玻璃碗 上的呢 它都是 度这个 进啊 度的也挺好的 两个 五十美分啊 呃 还有这个 九个 碟子 这九个碟子 是 法国比较有名的 这个刺激公司 叫 Limoji 它这个 镀金啊 它这个 我们看啊 它外的那个 边 它那个边呢 它不是 整个的圆边 它有什么 小的 这个 花纹 什么之类的 一共是九个 这九个呢 五毛一个 五毛一个 嗯 等我接完账 这个 一出门的时候 哎 看着那个 门口的柜子边上 啊 有一些这个 瓷器啊 一下看住 那我再一看啊 嗯 就 sorry 再一看呢 觉得挺不错的 就都给买来了 是 八个 就是八对 八对这个 这个 茶叠茶碗 这八对 茶叠茶碗呢 都是杜金的 而且它这个品牌 还是比较好 也是日本 武则的 你看它这个 这个碟子啊 它这个 碟子里 它这儿 有一个杜金的圈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很细的圈 就说明它这个 呃 工艺 这个工序啊 做的更多一点 很多这个 这个杜金的碟子呢 只是 外的这一圈 嗯 大家看一下这个碗 茶碗 也是这样 多一道工序呢 这个 变得就更漂亮一点 但是它这个成本呢 也会加大 八对 这个是 今天啊 买的一些东西 特别要说一下啊 回来之后呢 嗯 我有一个北京的朋友 他给我 发短信 告诉啊 就是 他去 一家古董店 呃 让一个老板 看到我以前 买了一个 瓶子的照片 啊 嗯 当时呢 呃 老板就觉得啊 这个瓶子呢 呃 还是买的比较值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瓶子 呃 在 头两月呢 我也做过节目 呃 这个当时买这瓶子的时候 就给讲一下 当时我认为啊 这个瓶子啊 就是 七十年代 出国双汇吧 因为咱们 咱们不是搞收藏的 呃 不能把什么东西想象那么好啊 呃 而且在这一块呢 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 只能说这个 七十年代 出口创贵的产品吧 但是我给我这个朋友 发照片 他是搞收藏的 他一看这瓶子呢 就很喜欢 根据这颜料呢 他说这个应当是一个老点东西 啊 嗯 这几天 他就是上一个 就是这个 见顶专家那儿 让见顶专家帮人看点照片啊 人家 可能是见顶其他的事儿了 顺便给我看这张照片 啊 就说这个瓶子呢 是 清 中 晚 清 这个是 广彩的这个瓶子 如果要是清中晚期啊 啊 这确实是 减了个落 值了点钱啊 啊 不像说的 其他的瓷器 可能就是说的 也就是 几十美金了 这个 数可能就大一点了 具体大多少啊 就别想那么多了 因为咱也没想着 啊 靠这个来发财 别受骗就成了啊 所以呢 这个瓶子呢 当时我是花了啊 二十五美元买的啊 二十五美元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啊 就是高消费了 二十五美元 大家看一下啊 这瓶子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啊 从头到底 没什么败笔 没什么败笔 画的都挺 中规中矩 没败笔 而且又很漂亮 这是完全手绘的啊 大家就是想一下 这么大一个瓶子 如果是完全手绘 也确实是不太容易 这是底下是四个窗口 上的呢 是两个窗口 而且中间的一些 这个广彩啊 这个金啊 其他的色彩啊 都画的很满 这个就是看的比较舒服一点 因为有些的这个中国瓷器啊 你看他那个中间这个开天窗这画的化工还很不错 但是这个底托这和这个上的这呢 画的就是特别粗糙 就是他那个第一个他不是一个人画的 另外之后找这小工呢 技术也确实是差挺多的 所以那个东西如果我们要是买下来的话呢 就觉得稍微有点遗憾了啊 所以这个大瓶呢 你看25美金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买东西就是千万不要想着 我们是搞收藏的 我们没那么大本事 我们别说骗就成了 就买点便宜货就成了 价格呢 一定不要太高啊 所以我在淘宝的时候呢 就是一进去推一个这个车啊 就进去了 先脸一些东西 脸完了之后啊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啊 再往外放回去 为什么这一车东西啊 最终要决定什么 就留两三样 千万别多留 因为一多留呢 这个东西就比较烂了 别想着什么东西都是好东西 我去淘这东西的时候 我实话跟大家说 就这很多东西啊 我都是在goodwill讨的啊 goodwill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goodwill goodwill呢 而且我们当地还有其他的这个thrift store店 但是呢 我身边这个goodwill啊 比较来讲呢 还真是很不错 就是说的 老有些好的东西 老上很多好货 那么 而且定价呢 就不高 为什么呢 这定价员吧 嗯 他这方面知识没那么多 也没那么仔细 所以呢 他往往啊 就是特别烂的瓶子吧 定价挺高的 然后特别好的东西呢 有可能定一个很低的一个价格 所以这就是减漏的机会就来了 所以我就是淘了很多东西 那么附近呢 还有一个thrift store店 就是goodwill啊 那个thrift store店呢 去了几回 但是呢 确实是不太愿意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经理啊 就是定价员啊 极其聪明 就是他太聪明 他把这个价格啊 定的就是说的 嗯 可能这个一分不差啊 就是这个椅背上啊 这个一套这个 嗯 茶叠茶碗 卖是多少钱啊 卖12块钱 他给定的10块钱 那人谁还买啊 所以这个 人要买的话 我就干脆在椅背上去买去了 我就不在这买了 嗯 所以这个 就是 那一家店呢 我基本上就不去了啊 就是说的 嗯 反正这个附近的啊 就是一些这个啊 这个啊 随附近的店多逛逛 不知道什么 就碰着一个你重义的东西 这都是敢巧啊 有的时候呢 是经常是在那儿 就是等着啊 我有时候逛商场呢 可能是在一个小店里吧 就来回走六啊 走三个两小时啊 他一上货的时候 你一下就把这东西给耗住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呢 我是上班了 这美国上班啊 时间也很紧张 这一上班呢 这个淘宝这个时间呢 就少了 次数就少多了 这是一个啊 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在淘宝的经验啊 千万别什么都想买 什么都是好东西 你要是真要想买啊 就是先脸一车 脸完之后呢 就是一定要忍痛割爱的 往外拿 只剩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呢 价格你还别太高 别想着 哎呦这个 挺高的 就是我买的东西呢 虽然价格高一点 但是呢 可能是我要捡这个肉 跟你说 一般没什么肉可捡 不上当就行了 偶尔啊 我们会后期啊 发现这个是个漏 这只是一个意外啊 这是一个意外事件 不能把它当常态 这是给大家说的 这个瓶子呢 就是爱说的很中意吧 很中意啊 这个呢 我这朋友跟我说 这就算一个大漏了 这是很中意 然后以前我在做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讲了 就是我买了一个东西 这个真的刁皮微博 我花了一美元 就是在这个3stores店买的 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这个华人啊 中国人吧 其实在这一块啊 还真是挺有眼光的 老美不成 老美他对这个 这个财富这块啊 他不太感兴趣 他只说的 我今天过得快乐 哪怕兜里一分没有 我就在家待着啊 我就是愿意干我 就是干我自己愿意干的事 所以呢 他觉得那是挺快乐的 但是华人中国人呢 他传统 我这个搞得特别这个值钱的东西啊 这个 所以我就说啊 就是像这个 上岁数的 这个 比如跟我这岁数 或者比我岁数大的 这个 大爷大妈啊 大家就是 没事干什么呀 如果有机会的话 逛我商店 逛商店呢 你就觉得啊 就是说的 第一个 心情愉快 就是在商店啊 你会见到很多人 在美国社会啊 跟人际 在外头啊 大家都是互相问好 你好不好 他也好 第一个 你心情也好 另外之后 逛商店 你不见得生东西 是吧 但是呢 你看那个商品呢 你也觉得 就是 心情不一样了 而且在逛商店呢 这个机会特别多 再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逛商店啊 就是 这个旧货店啊 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 但是像那个百货店啊 它不见得有什么好的东西 像 比如说的 这个 梅西百货 G.C.Penny Bilk 他这个 承担累月 就有点东西 以前呢 别人曾经跟我说啊 说的 哎呦 梅西百货 怎么怎么好啊 这好 那好 实际上我 到美国旅游玩的时候啊 一进 梅西百货啊 我没觉得到怎么着 但是在梅西百货 买那些东西呢 大部分都给扔了 为什么大部分都给扔了呢 就是说的 买了这个 三件西裤 三条西裤 三件衬衫 嗯 是梅西百货的自主品牌 买完之后呢 回国这个 一穿着 一下水 就全满蛋了啊 就没法看了 那东西 还有就是说的 这个 别人就说 哎呀 你看梅西百货 说卖那是羽绒服便宜 我是买了一件羽绒服 还是中国产的 后来怎么着 就是老往外跑梗 咱们在国内啊 中国啊 穿着羽绒服啊 一般都穿着这个 带牌的啊 带牌的 比如说以前什么 什么伊利兰啊 现在买的这一些这个 就是户外的羽绒服啊 智能都很好 这羽绒服呢 老往外跑梗 最后没办法 赶快扔了 就是穿着 也寒着啊 也寒着 而且呢 也觉得 我赠了吧唧的 而且呢 就比如说 我去逛这个 GC Penney店啊 一看就像这个 就是像国内 这种小商品自由市场 你知道 那个质量啊 是特别差 所以就跟大家说啊 你看我这逃了 这么多好东西 就是别去那些这个 就是卖这个新品的百货店 他也没打什么折 而且呢 永远是这个老三样 还有就是他的质量呢 确实是不敢恭维 很多东西只能不敢恭维 在美国就是很多这个随服店啊 特别多 这是到美国的华人呢 其实挺好的一个机会 如果要是说的 死毫一个 这个GC Penney店 死毫一个这个 这个MAC百货 这个就觉得 这个离社会啊 这个脱节的特别大 离社会脱节很大 所以我给大家想说 你看这个啊 很好的 这是一个整雕 整雕 调皮微薄 亿美元 当时买的时候 拿到手也坦得完 然后交钱的时候 不知道这应能收多少钱 我就特意问了一下收银员 我说这是亿美元吗 他说亿美元 因为它很简单 就是凡是这个领带啊 皮带啊 围巾啊 都按亿美元 这个东西呢 也按亿美元 你说这个老外傻吧 但是呢 也不能说傻 为什么 他没必要招一个 禁令专家 因为这点东西 他就是花费很多时间 因为这些东西 他也是白来的 他只说的这个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价格 一个标准 我不管什么品牌 所以这个呢 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这个 在这个店工作人员 他就很容易 很快的来定价了 他把这签往上一打 就可以了 就是他不考虑 这个品牌 比如说是 Rof Warren的这个衬衫 和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很 很次品牌衬衫 他不管这个 就是同样 全是一个价格 四美元 我全都卖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节约了 很大这个 时间成本 所以跟大家讲 尤其是这些这个 上岁点的女的 就是上50岁的女的 别老家家带着出去 该逛街逛街 能够逃的不少好东西 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您收看下期节目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